日本和韩国因为二战的历史 关系一直冰冰凉凉 但是最近好像回暖了 帮他们破冰的可不是美国 是中国 怎么会是中国呢 我是林志英 焦点分析来聊聊 七国集团领导人会面 公报里面没有点名中国 却用了经济胁迫这样的字眼 暗置北京 成为众矢之地的中国 却无意间把日本和韩国凑在了一起 怎么说呢 我们拿俄罗斯做例子 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前 普京的说法是什么 他觉得北约东扩得太厉害了 所以才攻打 和北约走得很近的乌克兰 俄罗斯想通过占领乌克兰 起到缓冲制衡北约的目的 结果却施得其反 反而把瑞典和芬兰 推到北约的怀里 再回来看看中日韩的关系 他们之间是有历史包袱的 当中包袱最大的就是 中国和韩国对日本的二战包袱 中国和韩国 他们都对日本追究战争责任 所以按理说他们出发点一样 其实是可以合作的 但偏偏历史包袱在现实的国际政治面前 有时候也微不足道 说丢就丢 现实是什么 就是日韩把中国看作是在自驾门口 扩张军事影响力的威胁 所以中国不但没有办法把韩国 拉进自己的朋友圈 还变相地把韩国推到 他们共同的世仇日本那里 当然有人会不同意了 这哪里是日韩的决定 根本就是美国在背后操控他们 确实了 日美同盟关系 韩美也是同盟关系 难免有人说 美国拉拢盟友要打压中国 但是眼下 朝鲜半岛有核武器问题 金正恩由北京撑腰 中国又对台海的立场强硬 这些都是日本和韩国共同面对的风险 也难怪两国权衡利弊之后 凑在了一起要抱团取暖 其实日韩关系迎来历史性回暖 是在今年三月 而且是韩国先主动伸出橄榄枝 总统尹锡悦宣布设立基金会 把来自国内私人企业那里的捐款 用来赔偿二战的时候 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 这么做是为了解决 二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也显示 尹锡悦就算顶着国内反日情绪的压力 也要修复韩日的关系 而作为回报 日本首相岸田这里 也取消了韩国的半导体原材料出口限制 那接下来 日韩预料将交换更多的军事情报 从前的世仇现在变得友好 证实了一句话 国际政治从来没有永远的敌人 现在美日韩铁三角强化了 中国也不能坐以待毙 外交上必须有作为啊 这就忙坏了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和一些人了 秦刚风尘仆仆 五月重点访问德国法国两大领头羊 有意思的是 差不多同个时候在欧洲的可不只是秦刚 据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还有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也缤分两路都在欧洲访问 疏通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也有人说 欧洲欧盟肯定站在美国那边啊 中国能拿他们怎样 其实也不全是这样 因为虽然欧洲和美国在一些重大的议题上 像是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 算是站在同一阵线 但是呢 对于怎么处理和中国的关系 欧洲和美国未必是同心同德的 毕竟我们知道 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 欧盟不能为了战边美国 牺牲和中国的经济利益 所以如果贸易摆中间 争议放两旁 这里头还是有中国可以经营的外交空间 再来说说俄乌战争 这次访欧 秦刚就对德国说 中国要劝和促谈 虽然德国这些国家提供了武器 给乌克兰来抵抗俄军的攻势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俄罗斯必须自愿停战 而且要有人牵线 欧洲左看右看 有分量当中间人的 好像也就只有俄罗斯的邻居中国 毕竟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关系还算不错 中国为什么愿意当核侍朗呢 你还记不记得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老冤家 突然宣布说 我们恢复建交了 调解人就是中国 美国做不到的中国竟然做到了 好着给中国外交打了强心针 请刚后来和另外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世仇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说 你们之间的事 我们中国也可以来调停调停 那这样看下来就不难理解 中国为什么也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当战争调解人 因为如果中国真的能有作为 哪怕只是休战 也足以证明中国的外交实力不输美国 不过乌克兰已经强调 不会通过割让领土来换取和平 中国的和平任务不简单 我是林志英 焦点分析 我们再会